各位好,这里是由考拉FM独家出品的评论节目考评会,我是凡素 快过年了,我想谈论一个跟过年有关的奇葩的现象 那就是租女朋友回家 如果你有留意新闻呢,就会发现这不是用来说笑的段子 是真的有这种事情 很多试婚青年不堪被家人逼婚 他们就想出来租一个的办法 1月27号,我看到澎湃新闻转载了河南电视台的一段对中介机构的暗访 标题是暗访租女友回家过年,可同居3000以上,几万人随便调 记者暗访了两家婚介所 他们共同的流程是交钱,看照片,选人,安排见面 并且保证绝对能给记者找到合适的人选 婚介所老板说这事都是一次性收费 交完钱之后,他们就安排合适的女方见面 接下来的事呢,怎么样发展,就完全看你们个人了 而且这事没有规范的合同 需要的话呢,就男女双方自己协商制定 收费的办法两家也不一样 一家呢,是收费2999,不限制时间 另外一家呢,是六七天,至少要三四千块钱 还有机会同居 我又继续翻查关于这个现象的新闻,发现其实几年前就有了 2013年,连纽约时报都有过报道 那篇报道说呢,在淘宝网上就能搜到 这么写的,一个没有透露姓名,但是提供了一张照片的男孩称 自己出生于1991年,本科在读,性格外向,身高1米7,体重60公斤 还提供了一份相对简单的额外的服务清单 他在网站上这么写 出租男友300块钱一天,拉手拥抱免费 示意性接吻50块钱一次 跟老人家聊天30块钱一小时 其他呢,见面之后想谈 还有时速费,车费,由女方支付 写的真够详细的 下午呢,我就尝试在淘宝上搜索 看看是不是真的能找到这样的服务和产品 发现呢,我说租女友是看不到这样的信息的 不过在贴吧,在论坛里面 还是能找到有关租朋友的这些广告 这说明这个市场还是在的 有需求的人还是挺多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租朋友的人是怎么想的 租过的人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 我觉得这种奇特的供求关系和供求故事 应该很能反映中国社会里现在存在着的代际观念 婚姻观念,女性观念,甚至诚信观念方面的问题 还可能具体案例牵涉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 也值得我们去探讨 所以呢,我今天下午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条信息 尝试找有这些经历的朋友 或者是打算租朋友的 或者是租过的 或者是中介方 还真的有几位听众回复我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我采访的第一位是一个女孩 她自己没租过男朋友 她说她的表哥租过 她表哥八九年的 去年春节的时候租过一个女朋友回家 她表哥呢,还是个多伦多大学的高材生 家里呢,住在南方的小城市里 我们来听她讲啊 她表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会想到租女朋友 带回家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他们现在的关系又怎么样 就是跟表哥的联系比较密切 因为以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然后她就从小性格就不是那么的放得开 就是比较内向 然后我姑父是一个小官嘛 就是对于孩子的要求和期待值都比较高 然后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很高 从小就学习就很好 是我不能忘记向背的那种 现在在多伦多大学读研究生 然后算是一个高材生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应该要配上一个那种 才貌双全啊 要么就是家里很有背景啊 郎才女貌的女朋友 但事实上就是她的人格魅力 就是可能对于女生的信力没有那么大 如果不是作为亲人来说的话 我有时候很多时候会觉得她很直男癌 没有太大的情趣 然后你多很多 虽然说华人很多 但是无奈她就是把不到啊 然后可能也有喜欢她的吧 但也喜欢她的 估计是颜值不高 或者还是怎么样不满足她的心力 就跳来跳去也没有觉得能入得了她的眼的 但是她自己就除了心气很高 成绩很好 思想很深刻以外 不是那么的关注这种良性方面的事情 就感觉有一点 有一点 超脱 就是这种 以公生的世界 我们不懂 是情商不高的意思吗 你觉得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就可能她平时也跟 那种宣誓啊 跟男生打交道 就不会这么的接触女生 接触女生的范围也比较少 然后聊天的内容也很局限 所以就一直没有合适的女朋友 然后就有一种恶心循环啊 然后回到了家里 就继续被我姑姑和姑姑念到 回去以后就继续 就恶心循环就更不想找了 反正都这样 然后就完全的投入她的学术研究 所以每次回家过年 对她来说 我觉得应该她是蛮不愿意回家的 如果能不回 她肯定尽量不回 但是就是姑父觉得 一定要就是男孩子 特别是她留学出国了 回来要给她长脸面啊 要带她出去溜溜 带她出去 见那些亲戚丑辈啊什么的 就来炫耀一下嘛 但每次就她见很多亲戚长辈 七大姑八大姨都会问啊 首先就是问有没有女朋友啊 这个问题她就很难回答 然后又要给她介绍啊 就是对于她来说 她觉得这是一种很无效 低效率的社交方式 她觉得没有必要跟人 就是跟不熟 就这些亲戚关系 她已经不熟了到她这一辈子 她的父辈还在维持 她觉得是低效率的 没有必要参与的 然后他们亲戚介绍的这些女朋友 她也觉得就是我们这边 是一个小城市嘛 我的姑父是一个更小的城市里面的 一个副市长 就是能够接触到的 交流到的都是差不多 等级的那样的妹子吧 所以她觉得也看不上 她就根本就不想浪费时间 去参与这些相亲 但是又要拒绝 又是一番波折 所以就很麻烦 就不如三岁 她之前她的那个 她说她的机友说 有这么一个事儿 就可以租女友 租男友回家 然后去年她就在网上找吧 应该是在豆瓣 然后找到了妹子 然后跟那个妹子沟通 协商签好协议 好像有专门的这种职业的 就是算是一个兼职的一种吧 到过年的时候就会特别忙 然后他们是有中介还是怎么样 就是他们签好协议 把身份证啊 照片啊 一些重要信息啊 等等等等 放到就是双方交换 然后女方就会把这些信息交给 交给她的闺女 或者交给她的那些中介 或者负责人 怎么样的 如果一旦有遇到那种 比如说我约定了 2月7号晚上8点钟 要索一个短信 说我到了 如果说这个时间没有到的话 就会要报警 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有这样一个保护措施 之前也签好协议 如果说对方家里有送那个东西的话 是一定要归还的 反正当时我姑姑送了一个镯子嘛 说是挺贵重的吧 好像是我奶奶的 反正是那次传家宝的那种镯子很贵重 送给了她 觉得她很好啊什么什么 但是他们回去以后就是 还给了我表哥 而且他们睡 虽然睡在一间房 但是还是就是分开睡的 就是没有发生过其他什么的关系 之前我觉得就是那个 嫂子挺好的 你叫她嫂子 哪怕做不成女朋友 哪怕做不成女朋友 也可以做个朋友嘛 但是我表哥可能也比较要面子 他也怕别人知道更多的这种事 毕竟这种事说出去 他也丢份啊 一个堂堂的ADC 竟然要找一个 租一个女朋友回家过年 所以他就不让我往外说 我想到这个反正他也听不到 我就跟你说了 那他那几天啊 他那几天别人都看不出来 这女朋友是假的吗 我觉得反正我看起来还挺好 我就去见了一次嘛 拜年 去他们家拜年的时候见到的 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那个女生 之前有过这种坚持的经验 然后我觉得整个气质就很好 跟我表哥也是那种 两个人很添淡的甜蜜吧 就是看起来比较甜淡 所以说我以为他们是交往了很久 然后已经老夫老妻模式了 也没有想太多 然后女生也很温顺 也很孝顺 那个小子就就是 就是那种陪老人家聊天呀 然后那个看我姑姑跟他分享 那种什么健身啦 那种美容心得呀 跟我姑父聊那个 什么新闻民生啦之类的那种 就是随便电视台播一个新闻 然后他们就能找到话题聊起来 我觉得还是 就是很自然很融洽很和谐 感觉就是一个完整的那个小家庭吧 谁知道既然是这样呢 如果是我不知道的话 我觉得完全就是毫无拓展 那个女生 她实际上是做什么的呢 她好像是一个那种 就是化妆品专柜的那种BA吧 就是她透露出的信息是这样 就是在那种商场里面 做化妆品销售和试妆啊 什么的比较 做得比较好的 然后挺会挺会销售的那种 嗯嗯嗯 那你们其他的一些亲戚 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之后有会追说 哎你们两个人发展怎么样啊 会不会结婚啊之类的 会问他们吗 好像她跟我说过 但是具体那个事情我不记得了 就是她有 就是我的姑姑姑父有问题 她就是两个人进展什么的 然后她就混弄了去了 大概就是没有跟我提说 嗯 就据你所知 他们两个还有联系吗 呃应该现在是没有联系了 就我表哥比较要面子 然后她怕做成了朋友以后 再有有共同的交集圈啊 什么样的 那就会很很干扎 就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女朋友是之前租租女友 这件事情 让她觉得不是很 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吧 好我想这个姑娘讲到的 她表哥回家的遭遇 应该很多人都有共鸣吧 她可能应该算是幸运的 家人怎么样都是叫做顺利的被糊弄过去了吗 如果没有续集的话 短暂的交了个差 但是呢 如果大家再去搜索 会发现呢 也有因此摊上事的案例 比如说同居之后 发现女方怀孕了 但这可是违反协议啊 闹得不愉快的就打官司也有 最后几方都得不偿失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听一位小伙子的讲述 这位小伙子现在在重庆 28岁 他打算今年租一个 也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 不过呢 还没下定决心 有些顾虑 我们来听他怎么想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 应该是去年的春节的时候 看到在网上有这个消息 应该很早就这样 但是没有这么多想法 然后今年呢 那个想法就比较强烈了一点 为什么呢 是因为年纪大了 家里推得紧是吗 很多我觉得都是重原因嘛 还有一个原因呢 是如果说猪女友了 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女孩子 出来说那边猪什么 那应该也是单身嘛 可以通过这个机会 也可以认识 变相的伤心途径 你觉得不见得只是说 为了完成一个 回家过年见家长的 这么一个任务 可能也算是一个认识朋友的一个方法 对 我觉得这个很多电影里面 可能电视剧里面 就是说 假训真做的 也会有的 你打算就是通过中介 还是说朋友介绍 还是怎么样呢 我看网上 我在网上也收到 发现中介 很多片子 是很靠谱的 朋友的话 我觉得 跟朋友认识的 也是很少的吧 这个资源 我觉得大多还是 通过自己在网上去 那个吧 比较好一点的 可信度的网站 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 那种比较好可信的 开始做这个功课了吗 做了多长的研究 现在打算怎么弄呢 我本来是想在 今年春节前 有一个道路 但是我发现 关注了这么久了 我觉得 我越深入这个中心 我发现 这个其实 这个想法 还是很不实际 虽然说 住女后回家过年 是一种 可以逃避大妈 医婚的一个手段 但是 第一个考虑的是 这个没有未来 什么的 你可能就是 一时骗一下 是什么什么的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 你有跟你回家过年了 然后大妈 然后知道 你朋友了 上次见得还不错 这个女孩的表情又不错 可能这两年就 睡得更紧 说你孩子不错 跟你很好 你干脆结算了 不要再吐了 然后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 就是相当于 你撒了一个谎 你得想 很多个谎言去圆他 对啊 你后面还要把他 圆回来呢 哎呀 这不含 怎么要跟他分手了 哎呀 再跟老爸老妈说 哎呀 我想跟他聊两句什么的 后面 妈咪这个 不要去弥补 当年炸这个谎 就错了 嗯 所以你可能最后还是不会去真的去实现他 我觉得我这几天了解了 然后网上我也看都 看了很多 就是因为这个被骗的 然后或者说 提前感情的 被骗金钱的 然后很多 这种密骨 成功呢 我不知道他们成功是在哪一边 哪一方面 因为我看新闻 基本上包了很多负面的 嗯 那你了解过行情吗 比如说 要租一个女朋友 多少价钱啊 我看 看过 但是我看照片上面 他批了什么价格 可能说 哎 有个五百的 八百的 一千二的 一千的 然后那种 没有见过真的 我也没有约过真的 出来自己谈这个价格 嗯 就是你还完全没有到行动这一步 只是在网上 去看了一看 是吧 有这个想法吗 因为 比如说 哎 家里面也吃了交易呢 带个女朋友回来呀 所以这么年纪这么大了 在城市里面也混得这么久了 怎么还不少个女朋友回家 过年过呢 直到我看到你发朋友圈死了 有想法住了 我觉得 我是应该对想法来说 但是我还没有实际行动 嗯 那你这样的想法 你有跟你的周围的朋友说过吗 有啊 我们 我觉得我们 因为身边有很多个好记忆 他们也是 也是差不多大了 也是想说 家里面圈儿竟然啊 也没有女朋友 但是都是 可能有时候都玩笑话嘛 说哎呀 租过女朋友回家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 有任何想法来 真实的想法来 都是完全 说了开玩笑中的 嗯 但是身边有人实现过吗 真的这么做了吗 今天 我不知道 有一个算不算 有一个它是网上认识的 但是 不是刚开始 就是跟着这个 租里有个 去跟他 谈了很多事情的 可能认识了说 哎呀 回家去我过年 什么的 然后大家可能 那个女孩子也是这种嘛 因为他可能 女孩子家里面 也是在吹乐 然后男孩 女孩子也在吹乐 然后他们正好 两个就 过年的时候 就搁着去了 对方家里面吧 然后 你可以告诉我 你是在哪座城市吗 我在重庆 你家乡是在哪呢 家乡是在重庆 凤杰 在凤杰 你今年多大了 28 过了春节 再过一两个月 真的28 这个年纪 就是在老家来看 已经是大龄青年了 是吧 所以你就是觉得 压力特别大 也是很大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说 可能婚姻才就完了 才恋爱什么了 也很这个年纪 就是晚上 但是结婚的话 我们就觉得 不是父母啊 然后年迈的 年奶奶就要 你可以找一个啊 然后 你再说吧 每次打电话 都说这个话 就是说 也是有一点 被催的感觉 他们从什么时候 开始催 从你多大的时候 开始催 从我毕业就开始催 大学毕业 你现在毕业 应该有六年 二十三 五年多时间 那一开始催 你什么反应 现在催又是什么反应 刚毕业那好催 感觉很好的 就可以把这个 给弄到小孩啊 还小嘛 刚毕业 才刚工作啊 怎么都 怎么能结婚啊 然后你工作这么久了之后 他们再去的时候 你就 没什么那种 好的理由 去把它互论过去啊 我觉得这种理由 都不太清楚了 所以说现在 基本上 他们说的话 都是听的 就是他们说的建议 你都是会听进去 是吧 对啊 然后说 哎呀 这个可能他们会安排 相亲啊 以前我就相亲 是拒绝了 后面 这个 这方面 哪个那方面 哪个有好的女孩子 还没跟你一样大 然后 大概就 建议面什么的 这种事情 我都变得 开始积极一点 没有以前那种 台课 你有兄弟姐妹吗 有 我有一个妹妹 妹妹有开始被人催吗 妹妹啊 还在大学上 那你应该跟你爸妈说 应该鼓励妹妹 在大学就谈恋爱 这样毕业之后 就比较快可能 对啊 我觉得也是啊 我觉得真的 现在 现在年轻人呢 我发现我们 身边周围很多 我们同事啊 很多真的 大龄的 没有结婚的 女性 男性 还是挺多的 嗯 那 可能这个 租女友的这个计划 估计就泡汤 对吧 我觉得如果说 身边有那种好的 朋友介绍 比较好的 或者不是干脆 挺网站的 比如说 不是猪吧 我觉得猪背的情绪 太阳了了 或者大家都 大家都还有 有这个需求 大家一起包个红包嘛 然后 你跟我回家 落个脸嘛 然后我也会 跟你家回家 落个脸 觉得还行的话 慢慢就 可以了 不要说 你 这个租的名字 我觉得 太难听了 是吧 对啊 租女友回家 现在说 看听起来 很邪尚 也不是说太难听嘛 尤其这种 太有目的性了 嗯 太目的性了 但现在网上 关于这种 租女友男友的 新闻也挺多的 有的中介 确实好像 不太靠谱 甚至有一些媒体说 有这种什么 卖银啊 什么这种协议 对 比如说 刚开始的 我刚开始觉得 租女友老 我觉得怎么会有 这种需求在啊 什么 为什么要租过旅游回家 租女回家过点 就是可以吗 当然还是租过旅游 还要花钱 每天还花那么多 但是现在我觉得 肯定还是有了 那一部分人的 因为我家里面 其实在催的话 也不是催的特别 可能真的有那些家庭 或者老爸老妈 一死相逼 叫爷爷爷来来说 你不找到旅游回家 我死都不闭眼的了 那我觉得 这种还是挺有压力的 这个他们肯定会 这么需求的 如果真的有长辈 以死相逼的话 那我觉得 好像租一个回去 可能也是避免悲剧的 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是在想啊 万一知道是租来的 那会不会 直接就气死了 不过这位小伙子说的 也确实很能反映 年轻人 被逼婚的年轻人的心态 他其实还是抱着 挺单纯美好的 这个想法的 说说不定假戏真做啊 租着租着 就真成女朋友了 就当作是交了 交朋友的 这么一个想法去的 不过不知道 他的这种天真的想法 会不会成为现实 好 不过呢 有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 就是这么个租法 是法律允许的吗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来听一位 法律专家的解答 我采访的这位嘉宾呢 是国家行政学院 法学部的副教授 张笑语博士 就是现在这么一个现象 应该也不是今年才出现 我看网上几年前 就已经有类似的新闻报道 那其实这个 从法律上面来说 它是不是有一些 法律方面的风险 具体存在哪些风险 应该说法律风险 还是蛮大的 因为租过男朋友 如果一般来讲 是个从法律上讲的话 这可能是个劳务合同 很简单 临时劳务合同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一般租过男朋友 女朋友到家里 如果说是走两圈 可能问题是不大 如果说是看到一些媒体 披露 比如说同居 有什么的 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 类似于慢音嫖娼 一个问题 因为实际上 我也看到这个报道 之后我也才发现 有些婚姻介绍所 一些人可能会从事这个业务 就是以这个为名义 来从事实际上 类似过去车伴牛 这种类似 实际上是一种 色情的一种服务 那么这个风险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第一 第二 如果租男朋友 女朋友 就算假设 不适合这种 色情的交易 但可能也有一些 说是 比如收了礼金 到底归谁 或者说在比如在这个 带着回家期间 出了一些人生的一些 损害 到底这个责任怎么承担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灰色的一个地点 但理论上讲的话 从法律 理论上讲 如果一个人 你给他一笔钱 他愿意跟着你 就走个 你都要半个月 甚至一年也好 理论上 如果是跟着你 跟着你 包什么 这个如果是合作上 约定清楚的话 倒是这件业务 本身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它是 非常明确性的 就是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可能就有一些 一些联想 或者说可能现实中 可能会出现 非常复杂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 对于这种情况 可能 我觉得还是比较 慎重 我看现在很多 都是那种签什么协议 它协议里面 它会写得很清楚 比如说只是负责 什么陪你见爸妈 跟亲戚聊天 见你的朋友 但是绝不会赔税 不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 那种亲密关系 性关系 那它这个协议 它算是有法律效力的吗 这个协议 一般是这样的 民法和法国 民法这个原则 是法律没有 法律其实是清楚的 比如说 你如果说协议 是慢音嫖娼 那肯定是法律禁止的 如果你本身 这个就是说 带着你去 回家走一趟 这个法律上 也是不能叫做灰色级的 法律上没有定制 就是自由 正常的 正常性 但只不过说 可能现实中会出现 它的行动 行为 可能会超出 本身这个协议的 它本身协议 约定的范围 对 确实 现在确实就有 这么一些情况 本来协议签的说是 不会有亲密行为 但是谁知道 是吧 几天下来 可能真的是有感情了 最后是超出了 它原本的签议的 这个协议范围 也会发生纠纷 那这个时候 那之前的那个协议 完全失效了吗 那怎么办呢 发生纠纷之后 不能说完全失效 民法上 都有一个说法 叫做以合法的形式 掩盖非法目的 看怎么判断 现在这个 这么一珠宝 这种 如果说 它刚开始 它这个就是想的 就是色情服务 那么原先 协议是无效 它实际上是 以合法协议的形式 掩盖它实际上的 卖议责让 所这种色情服务的目的 不过说 刚开始就是说 再带个女孩子 回家看看 后来又有了感情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 这个也不能说 就原言协议是非法 这个后来就是 民法上 民法上是非常完善的 根据民议责任的规定 就再一个事情出来 再处理下一个事情 不会说原先是非法 总的 我总的看法就是说 这种事物 国家权力 对它的介入和规制 实际上是 把握一个度的 因为很多事情 也不是说你国家权力 就能够完全说得清楚 但基本来讲 从那种比较明显的 像它有一个婚介所 而长期的 以这个为目的 搞成漫言条章 一般情况下呢 国家权力对这个 应该是更多是一个 我觉得没必要过度介入 它有些谁 也是合法存在的 就说这个也管不了它 只能是市场 实际上管不了 好 谢谢张博士 虽然张博士说 理论上国家管不着 即便发生纠纷 定立的协议呢 也不是说就没有了 法律效力 但是我又翻查了一些资料 发现可能还有这么个隐患 那就是中国的合同法 有这么一条规定 第七条 当事人定立履行合同 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 尊重社会功德 不得扰乱 经济秩序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那么什么叫做 遵守法律呢 它其中又包括这么一条 不能违反公序良俗 那么违反公序良俗 有什么样的类型呢 包括危害家庭关系 违反性道德行为 违反人权和人格尊严的行为 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等等 所以就从这个公序良俗这一点 恐怕这份协议的法律效力 到底如何 还要打个问号 另外人身权 是不是能够作为 租赁标的 也要弄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样去规避风险 租朋友的人 有再合情合理的理由 都不能否认 这是一个畸形的产业和现象 这个现象 从社会学角度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 怎么在国外 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服务呢 接下来 请大家听一段 我对著名的社会学家 李银河教授的采访 李银河教授觉得 中国的这种现象 全世界少见 分析完现象背后的原因 他也有话对被逼的年轻人 和逼婚的长辈们说 怎么看这个租男朋友女朋友 回家这个现象 我想这个东西主要还是 因为逼婚吧 是吧 逼婚这个东西 在全世界都很少见的 好像我看到有一个资料说 英国都立法了 还是已经立法了 就说如果不 逼孩子结婚的话 是犯罚的 要犯罚 要受到法律 很罚的 但是中国实在是一个 太家庭本位的社会了 就是我们这个 中国就是这样的嘛 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一些特点 所以他会出现逼婚这种情况 就是说好像这背后可能 仅仅是因为逼婚嘛 还是觉得年轻人也会有 跟上一辈其实沿袭下来的 这些想法 也会自己会觉得我没结婚 我好像是对不住我的家庭 对不住我的长辈 对对对 这肯定是两代人都有 这个这种焦虑吧 就是大人就希望 希望孩子有点结婚 然后那个孩子呢 也觉得如果不结婚的话 有点说不过去 就是对父母来说 或者说自己成家立业嘛 是吧 中国人的这个年轻人 就是两个事嘛 有一个重大的任务没有完成 他自己肯定也是很焦虑的 嗯 就您怎么样看待这种观念 似乎这种观念几千年都没有变过 是啊 这个难道当公民女大当家 是吧 这个一直就是老化嘛 老化传言了 而且中国 就像都市不结婚的人也非常少 我看到有一个金额 大概也不超过500% 好像是 好像是13.8 嗯 这个动机 所以它 会给人造成很大的压力 比如说现在像 很多国家呀 像西游本典啊 好多国家 单身人群都站到人口一块 因为日本都40%了 那你就不会有什么压力了 但是 在中国如果只有3.8%的人 结婚的话 那 那你这个 结婚的压力 你可想来只有我爸 是吧 所以 就引起人们好大的焦虑了 嗯 他去租个男朋友女朋友回家 他也是这种焦虑 焦虑的表现 嗯 那您觉得 这健康吗 这正常吗 挺提醒的 我觉得挺 挺提醒的吧 应该是 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 不该让您 在迷惑问题上 有这么大的焦虑 是吧 嗯 这个 不惜去租的 弄夹 造的夹 什么之类的 就是 合理的那种 那气氛 就是说 你要结婚当然很好 嗯 你能碰上爱情什么的 那 那 我们很祝福你 你要是没碰上 你要没有机会 结婚 那你就单身呗 就是单身也没什么 不好 我就这样的气氛 更符合人性 是吧 这个 这个 每个人都 必须这样婚姻 是吧 然后你如果 甚至岁数大 稍微大的比岁 这个 如果你还没结婚 就成了一个问题 是吧 嗯 成了受女 或者受男了 到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不好 这样 这样 对这种 社会习俗 对人的自由 对人的选择 对人的这种 生活方式 压力太大了 嗯 它就是一个 反自由的这么一个观念 嗯 而且也 不人性化 也不宽容 这个问题 似乎每一年过年 它都会成为一个热点 年年都成为热点的话 是不是也说明 其实这个社会 在婚恋问题上的 这种宽容度 它并没有得到 任何的提升 嗯 其实 还是 大家都非常的 焦虑 在这种问题上 是吧 嗯 没有缓解 嗯 但是人们会说 会不会随着这种 经济越来越发达 嗯 可能 独立女性的 这种比例越来越高 就越来越多的女性 她也不太 呃 需要依赖 男性 来来生活 她可以 独当一面 这种 人群的 比例越来越大之后 可能 单身主义 不婚主义者 会越来越多 你觉得这种趋势 她会对旧友的观念 可以形成一些挑战 甚至是颠覆吗 在中国 我觉得有这个趋势 它有一个就是 在人群里有一个 特大的趋势 而且晚间 就是干脆就独身 选择独身这种 科学方式 都有 都有一个 当家的趋势吧 但是 我想在 结果 相当一段 这个长的时间内 它还行不成什么 真正的 颠覆啊 或者什么的 嗯 这个东西 它也改变不了 大多数人 还是着急 要结婚的 这样的一种 就是这种 行为规范嘛 或者价值观 嗯 原因就是 中国文化 对我们每个 中国人的影响 太深了 对 就是历史的 高度很重啊 就是社会习俗嘛 对吧 嗯 社会习俗就在 告诉你 告诉每一个人 应该什么 怎么样生活 是吧 单身是不对的 结婚是对的 那您对这些 胜男胜女们 打上引号的啊 和这些 租女朋友 男朋友回家的 年轻人 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有 有一次不刻在讲 人体自己 所以也对 那次有个多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害怕自由 就是觉得 我怎么能 为什么 我怎么能 选择 多数人 多的机会 我哪有 单身的自由 可谁的 你要是选了 你就选了 你要这么败 你就 你可以 也没有人 能把自己 怎么办 所以他说 人比自己 想象的 要自由的多 因为好多时候 我们都是 自己 向着自己 然后自己 把自己的自由 交给了行徒啊 或什么 受到限制啊 为他焦虑啊 什么的 用不着 用不着 嗯 那对这些 年轻人们的家长呢 您有什么话 可以对他们说 我觉得就是 应该 以孩子们的快乐为主啊 就是 要尊重 他们的选择 比如说 他们想在 自由几年呢 或者他们 甚至就想 单身了 或者什么的 你 不要太 就是 用自己 这一代人的 这种 这种观念 来 强行的 要求 下一代吧 应该尊重 他们的选择 是的 我觉得 李银河教授 最后这段 说的特别好 他说福科 讲过一句话 人其实比他 自己想象的 要自由的多 人老是想着 哪能这样做 他说人实际上 完全可以这样做 你想怎样生活 你应该可以怎样生活 只要你有这个勇气 人比自己想象的 要自由的多 好 非常谢谢你 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凡素 在香港祝福你 明天见